今天给大家讲基地边缘的最后一集 上期讲到崔维兹和培罗拉特被盖亚的人捉到了 之后就带到了盖亚星球 这个盖亚星球就非常奇特了 它整个星球就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 上面所有的重物植物甚至包括一切物质 它们共同组成了庞大的生命体 大家听了是不是觉得有点发闷 一个星球怎么可能是一个生命呢 而且它如果是生命 那它的生命主体意识是什么 这都很难去界定 其实这个盖亚假说也不是作者首创的 最早是由一个叫做詹姆斯·洛夫洛克的英国气象学家提出的 而且也不是打算给写小说的人提供素材 主要是想让人注意到环境保护的问题 现代人类对地球环境的破坏非常严重 提出这么一个盖亚假说呢 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只是地球上的众多物种的其中之一而已 那所有的物质呢 共同组成了地球这个生命 也为了让地球这个大生命更加的健康呢 我们必须好好的保护环境 认真地对待其他物种 那这些呢就是盖亚假说的一些背景 那接着讲啊 宝奇斯呢他就把崔维兹和培罗拉特带去见了杜姆 这时候崔维兹非常奇怪 他就质疑这个宝奇斯 说你们盖亚人不是个整体吗 那为什么需要特定的人来进行交涉呢 那宝奇斯就回答他说 虽然我们是个整体啊 但是分工是不一样的 根据能力和意识的不同 占据整体盖亚的意识多少呢也不一样 这个度母呢 就是这个星球上占据意识最多的一个单独个体 所以自见到度母之后啊 发现这个度母非常的友善 带他们去参观了一个叫做融会镜的东西 这融会镜啊非常的神奇 你把眼睛呢贴在它上面 它就可以把你的意识融会到你看到的东西上面 去感受你看到东西的内心波动 所以透过这个工具啊 就可以对一些物质做出一些原子气的调整 这是非常高精尖的工具了 那然后呢 度母就跟这个崔维兹讲的这个盖亚的由来 一开始呢 整个银河系啊 只有地球拥有智慧生命 然后呢 因为这个人类嘛 越来越懒 就发明了机器人来做各种工作 并且由他们来照顾人类 一开始啊 大家觉得哎 非常好 什么都不用干 整天吃喝玩乐就可以了 之后呢 慢慢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人类觉得自己的自由意志呢 受到了侵害 就开始不喜欢这些机器人了 直到机器人呢 进化出了精神感受的这个独特能力 发现说这个人类啊 他们不喜欢被这个机器人照顾 之后呢 他们就离开了人类 那盖亚呢 就是地球的移民 他们移居到这个盖亚之后呢 在机器人的帮助下 建立起了这个盖亚的这么一个系统 那讲完这些话之后呢 杜姆就对这个崔月兹讲 你的到来也不是随意的 是盖亚经过了精心的安排 你呢 就是这整场计划最关键的一个人物 接着就让这个崔月兹上了飞船 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我们现在就接着往下讲啊 在盖亚的外围啊 坚底百合布拉诺市长也到了 这个布拉诺市长非常拽 他上来就想把这个坚底百给干掉 因为他对自己的精神屏蔽装置非常有信心啊 觉得第二基地的精神攻击肯定破不了这个防 但是呢 他没有想到这个屏蔽器漏洞啊 很快就被这个坚底百给发现了 但是这个发现归发现 坚底百要攻破他呢 也是得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何况前面呢 还有一个盖亚 干嘛这么早就凭个你死我活呢 坚底百就想跟对方谈判 结果这个时候啊 威拉这个心灵复杂度暴涨 他也加入了战斗 双方三方啊就陷入这个僵持 其实这个威拉他也是盖亚的人 他的任务呢 就是专门派出去引诱这个坚底百过来的 那现在这个三方呢都陷入了僵持 崔维兹呢也就到了 边上的宝奇斯就告诉他说 现在有三种类型的银河帝国 让他选一种 第一种呢 是由第一基地靠强大的武力为支持 强行征服周围的世界 但是呢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战乱跟争端 仇恨不断啊 就像第一银河帝国的翻版 那第二种呢 就是由第二基地为主导 借助谢顿计划来完成帝国的建立 这样的银河帝国啊 最后会冲刺着算计跟内部斗争 而底层人民呢 就会被这些新历史学的执政者 所摆布 也不是非常的完美 那最后呢就是选择盖亚模式 并推广到整个银河系 那这样的话呢 最后单独的个体人类啊 就会慢慢的消失 整个银河系最后变成为一个生命体 而这个选择的任务呢 就交给了崔维兹 因为盖亚也不知道选哪个比较好啊 但他本着为整个银河系 着想这个理念呢 他找到了崔维兹 这个崔维兹啊 有个特殊的本领 在一些重大事情上面呢 虽然他也不是很懂 但是他总能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所以盖亚就想把这个问题呢 交给他来选择 这个提示啊也非常的难 你想想看 低基地的做法呢 虽然是最野蛮 也是最不长久的 但是呢 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一个人 作为一个单独个体的尊严 也不会因为这个算计啊 让这个世界变得过度的单调乏味 选择第二基地啊 看上去也非常的合理 但是呢 让人类活在少数几个人的算计之中 这个真的好吗 而且这少数几个人啊 也会因为相互的算计 不会有特别好的下场 那最后这个盖亚模式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和谐了 应当算起来是最好的选择了吧 但是他也得牺牲 个体的独立性 也就是你个人的自由 其实这个选择啊 是这本小说最核心的一个议题 在小说中呢 这个崔贝兹是选择了盖亚模式 一方面呢 是因为他比较的平和啊 另一方面呢 也因为他需要的时间比较多 万一这个决定不对啊 那也来得及修改 选另外两个呢 说不定他马上就要把 另外两个都给干死了 是特别的暴力 但是对于我来讲啊 我更愿意选择第一种 也没有特别的理由吧 只选择第二种跟第三种呢 会让我觉得 人类就变得不像是人类了 这其实能不能算是 另外一种意义上的 让人类灭绝呢 那大家看完这个视频啊 那你觉得你会如何选择呢 愿意的话 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里告诉我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给我投币点赞 并电议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